中国肯德基推出人造肉鸡块 欢迎收看4月21号 报道正能量新闻的新闻最正点 行动管制令来到第35天了 我是马兰西亚男孩郑冰燕 新闻最正点持续为您报导正能量新闻 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确诊人数 卫生总监诺西山今天宣布 大麻新增57人确诊 累计确诊达5482人 3人死亡累计死亡人数达92人 54人出院累计出院达3349人 在记者会上 诺西山感谢全马人民为他庆声 他透露在未来一个星期 希望确诊人数能降到个位数 微型企业可申请3000令吉拨款 为了协助微型企业渡过难关 财政部长东姑赛夫鲁指出 微型企业可以从5月1号开始 申请特别拨款3000令吉 他也透露截至4月15号 国航通过各家银行 批准了超过5000家中小型企业的 简易贷款申请 总值27亿令吉 42岁的水手古纳万 坠海大难不死 18小时后 在19号傍晚5点45分 距离马六甲西南方向的 班浪岛12.8海里处 被执法人员发现 尽管这名水手没有出国记录 但为了安全起见 当局还是为他进行 关定检测和隔离14天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国际组主播陈学生 你好 我是陈学生 马上为您报道 国际新闻 Apple TV推出动画迎接世界地球日 为了迎接世界地球日 50周年 Apple TV Plus推出了一部名为 欢迎来到这个美丽的星球 的原创动画短片 故事说的是一名7岁小孩和父母 一起在一个神秘展览里 从中体会到天下万物之美和神奇 有兴趣的朋友 可下载Apple TV 观赏完整短片 90岁阿嬷挑战走楼梯282次 英国一名需要靠拐杖来走路的老奶奶 为了替医护人员打气 在募款网站上发起了活动 要在自己的家里上下楼梯282次 而挑战开始不久后 他就已经成功为医护人员筹到了27万英镑 远远超出了原本1万英镑的目标 中国肯德基推出人造肉鸡块 人造肉终于来了 中国的肯德基在星期一推出了直赔黄金鸡块 也就是人造肉鸡块 肯德基强调人造肉鸡块是鸡肉风味的植物蛋白制品 没有肉类 但却有着肉类的质感 坦白说 我觉得人造肉鸡块的出现是一个蛮有意思的现象 它不只是适合素食者 它也让喜欢大口吃肉的人多了一个更健康的选择 那么如果有机会的话 你会尝试吗 今天的国际新闻就到这里 接下来的时间交回给宾宴 谢谢 根据报道 人造肉跟一般的素肉不同 除了口感更接近肉类 而且含有更高的营养素 坦白讲 要我放弃吃肉 我真的做不到 因为我真的很爱吃肉 但矛盾的地方在于 我又同时觉得吃肉很残忍 每次去巴沙的时候 我都很怕经过肉当 看到一排肉这样子掉着 其实会让我真的很难受 所以我一直很期待 人造肉的技术能够尽早成熟 我相信未来的技术 人造肉一定能够取代真肉 到时候动物不再是我们的食物 而是我们的朋友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最正点 我是马来西亚男孩 郑冰宴 我的牙真的很痛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